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立法会各政党普遍认为 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 能够切实回应社会的情况 施政报告内容丰富 为香港未来发展 勾 macht了好光明的前景 文经联欢迎和支持 行政长官2024年的施政报告 我们认为这份施政报告 体现了特区政府积极应变 进取有位 民建联亦同意施政报告里面 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领域的发展 并且用经济作为一个主軸 着力地巩固提升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 以及将香港打造成为 国际高端人才集序高地 相关的政策措施 其实是有利于香港开拓新的发展的空间 设合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所需 今次的施政报告 也都是做到以民为本的 而且是提出了多项 去解决民生忧难的对策 并且是吸纳了我们多项的窗议 我们觉得这份第三份施政报告 内容很丰富 的涵盖面就很全面 是为香港未来的发展 勾画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我们也感觉到行政长官 是听了很多意见 接收了很多社会不同界别 给他的意见 新闻党都很支持特区政府 讲好香港故事 今次的施政报告更加给很多 有很多的内容给我们向外讲好 香港的故事 例如金融方面 我们会在黄金期货方面有新的发展 这些是非常适时的 也有政党认为 施政报告特别聚焦在 拼经济为民生方面 是值得支持的一份施政报告 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是能够聚焦 这个的震经济为民生 并积极来推动香港的深化改革 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是一份切实回应了 香港社会的关切的施政报告 显示出锐意改革 勇于担当的治理魄力 和务实贴地 关顾基层的文判思想 我们工联会是全力支持 特区政府的施政 并对特区政府的改革 是表示肯定的 当然我们也都希望 政府在改善劳工的待遇 改善劳工政策上面 有更加多的作为 我们是以16个字 是评价这份施政报告 就是与时俱进 识变求变 改革创新 大旺香港 经文人认为 今年的施政报告 有两个特点 第一就是施政报告 是全面贯彻落实 三中全会的精神 部署改革 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 是抓住 是国家的巨大的机遇 带动香港发展 第二就是施政报告 不仅是蜡烛当前 震惊经济 让市民得到实惠 而且是谋划 未来展示前景 让市民是看到希望 增强各界对香港的信心 对于今次这份施政报告 我们看到特首在改革 和对于在香港的经济发展 的落迈是非常多的 我们非常同意香港现在正是一个新的转变期 而我们更加需要是要大力发展经济 在不同的方面 包括创科等等 我形容这份施政报告是四平八稳 看到特首着意改革 建设未来的决心是比较明确的 我对特首带领的有违政府团队 我是充满信心 就施政报告来说 基本上那个涵盖是很阔的 也都特首就过去一些政策 措施就是深化和强化的 那细节很多 其实我们很开心 G19我们提的意见 有超过100项是接纳了的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黄晋石 期望推动设立大湾区会计界专属考试 让业界取得资格在内地从事特定业务 也可协助内地企业拼船出海 我们会计界其实跟整体的经济是很密不可分的 的而且确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对一些上市 新股上市 融资各方面的需求都减少 但我们会计界本身可以做的范畴都很多 我们业界都有一些不同的发展 例如譬如去一些ESG的工作方面 甚至乎去做一些其他一些非核证的服务里面 都会发挥比较多 其实我们整体而言都是跟香港的经济很相关 其中一个政府近年都会带我们去 当然去出团不同的中东 又或者去大湾区想帮我们寻找一些机遇 但是我于法律法规和我们的执业要求等等 其实都不容易的 而其中一个我一直极力争取的窗户 就是设立大湾区的专属考试 让一些香港的会计师考取这个资格之后 可以去大湾区做一些特定的业务 希望可以借助我们湾区里面的经济力量 也都让内地的企业可以拼船出海 让我们可以发挥到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就是长远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 都是需要我们起码自身 我们自己都要身体健康先 我们的经济才会健康 我亦都希望透过我们自己去做好 我们自身的一个经济环境 才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平衡 平均和稳健的长远的经济发展 例如其中一个我们过往几年 我们去新股上市和我们的股票市场 的确是比较比其他地方信息 我们回看过去我们十年 香港其实都去全球的金融市场排名 都较前通常都是三格的位置 去到今年的头半年 我们都跌出了三格 甚至乎去到第九名 我们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其实很多都是靠这些金融 去支持着我们一些产业 我们需要去活化又或者优化我们的上市机制 让更加多的资金企业来到香港 剃造一周就业机会 我们才可以让我们各方面的经济活起来 民建联最近提出 优化香港上市及融资制度的倡议 黄俊石指出当中主要建议 是降低上市要求 缩短审批时间及设立试水温机制 鼓励企业以香港作为上市地 活化香港的经济 几个主要的建议 其中一个我们要降低我们上市的要求 企业符合一个市值要求 或者我们的盈利要求即可上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过往上市时间 审批时间过长 审批时间长的时候 就会令到合规成本 和企业来香港上市的诱因下降 我们觉得是要设立一个标准 让我们的监管机构 包括证监联交 可能是一个22个的营业人 已经会给予一个回复 因为很多时候要上市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融资要求 有融资要求就是因为 它是有一个投资的机会 过了一年甚至乎年半 你才批准它来上市的时候 的而且确是不理想的 第三个建议就是一个试水温的机制 容许企业去上市之前 去市场上去看反应有多理想 它才再进一步去做的时候 其实等等这些因素 目的就是鼓励更加多的企业 考虑香港作为它的上市地 回到第二节的《议事论事》 今天我们就请来立法会议员黎洞国 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袁秀珠 两位好 大家好 Yolanda 我们今个礼拜都很难不说关于施政报告 是的 没错 其实今天说施政报告只是时候 亦都过去几天都很多人讨论的 包括就是说有成立的四个新的工作小组 还有其实疫情过后经济紧张 大家都很关心社福政策 黎洞国先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立法会的同事 觉得社福政策方面有什么新有 收不收货 我就收货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社会上国家人士都提了很多意见 是 我亦都看到今次行政长官 他在施政报告里面 他对于社会上的意见 的确确是用了很大的心思 来到去处理 然后做了一个回应出来的 首先就是市民的诉求 他有说 第二就是怎样去处理那个问题 都是有罪的 我们不是期望说 施政报告一出 下个月整个情况就会改变 杨义长官也很冒实地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处理社会上 那么多的问题 我们必须是要以经济作为一个手段 我们通过了国家给我们的政策 搞好我们的经济 多些游客来 那自然 港大的市民的就业机会就更加好 大家的收入好一些后 很多问题要处理 相对上容易起来 尤其是我特别留意到 他对于公务员的要求 都多了 是的 其实是真的说有奖有佛 是的 还有培训很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两地的公务员大家可以交流 其实内地他们的公务员体系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和遮掌 是 那我们要搞好政府的施政 最重要是说公务员 是 是 怎样去实施政府所定下来的政策 是吧 因为你还有好的政策也好 如果你实施的过程之中有甩漏的话 结果你就达不到那个目的了 所以我看到他整个施政报告的报局 九章二百二十二段三万几字 他是有层次有序公的 当然了 譬如在很多小的内容我们未看得到 是 因为他只是 行政总军只是宣读我施政报告 讲了这些大的点出来而已 那要稍后我们听了局长上来立法会 仔细一些介绍 那我们就会更加理解到 政府具体上是怎样去推荐行政长官 他今天宣布整个来年施政报告的政策 嗯 黎东郭就有分享了他对于整体的看法 喂 Johnny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不如你又说一下 作为一个年轻人 就是最近也有些调查就说 那年轻人觉得最大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可能这个社会是否有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的障碍是怎样 那我看到就今次也有着密关于一些关于 譬如共创明天 就是关于有一个mentor带着一个年轻人 那不知两位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做到 就是帮助青少年向上流动这件事呢 首先因为特首今届他就说共创明天就会继续 那是不是在大家的支持下这个项目仍然是有继续的空间 有成绩表交到出来呢 那当然有啦 因为共创明天的计划是开始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是 其实要使到年轻人能够发挥他们自己的所长 这个是一个深耕细作的工作来的 那譬如说大湾区的就业机会 今次又有一些新东西加了下去啦 是不是 我们本地的创科又有很多的投入啦 其实是创造一种机会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接班人 他们自己共同努力要向上流 如果我们只是做回既往的东西是没用的 所以今次行政长说连低空经济都要发展啦 是 是吧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其实他是放了一个基础在那裡 这个基础就是年轻人他可以向上流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 有一个好的基础 那大家在这个社会上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啦 是吧 你多努力就多得啦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部企报得出来的 嗯 那其实呢就整个个 讲着共存明天啦 青年政策啦 其实都是落入了我们的关外社会的范畴里面的 包括也都有个社区客厅啊 还有是我们其他一些长者和基层的政策在里面 那余秀珠其实你自己本身又是身兼几职的喔 又是长者协会的主席啦 又是这个单亲协会的总干事 以及扶贫委员会的成员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下 你在这个今次施政报告里面看到 基层社会的需要 是不是就是被照顾得到呢 今次的施政报告呢 是看到是特首是做了很多功夫 亦都是在这三个目标的扶贫的人群呢 就是长者啦 单亲啦 以及劏房户里面 都做了一些功夫 是有增长到 可以说说如果做得好呢 增长他们的幸福感的 你要选拨房怎么看 是应该要的 因为如果你一个标准 每个人个人的住宅 最小不少过8平方米 是很基本的要求来的 就是如果可以真的做到呢 我当然需要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是 就算住宅里面那些人 都会觉得开心点的 现在有很多人是 没得选择而被逼在那里住 下面是厕所上面煮饭 那样都可以住得下去了 一个屋架床 吃在那里 做功课在那里 什么都在那里 我相信 这个施政报告 我希望可以 再做多一点点的事情 譬如先说 阿丽Sir说的那个 共创明天 现在成立校友会了 未来是可以有些 师兄师姐出现 会不会是那些 mentor 可以带他们来 不是只是去参观 什么高大上的科技馆之类 而是去一些贫民区 探问老人家 跟他们聊聊天 带给那些老人家 有些温暖 我觉得也是一种好的做法 就不是 清少年不只是接收东西 他都可以付出贡献给社会 我就知道是比较是 就是帮一些单亲的家庭 那你觉得这份施政报告 有没有可以做到帮单亲家庭去就业 因为单亲家庭的就业率 其实就是一个 对他们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想这里有两样东西可以做的 一个就是继续做好 这个在校的科技托管 特首尔已经做得很好 今年又加了位 又超过110间学校 6000个位 好像还说不及常限 那是非常好的 希望鼓励多些 尤其是拿中门的单亲 可以是有人剃着小孩 出去做全职好 半职好 都可以做事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有很多单亲家长 他想趁着小孩未大 他未出去做事之前 想去读那些再培训课程 但是那里是没有托而服务的 是 他又不知道在哪里 那如果在这里 可以帮他多想一步 你肯去读 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两个月的 你那段时间 那些臭仔肺 或者用社区保母 那些都可以帮他支付呢 那他就更加放心了 所以我读完 我就可以立刻去做事 用了在校货而托管 一条龙服务 是不是可以做到呢 是啊 其实因为坊间也有一些说法 就是在今次的施政报告里面 一些新游就不是很多的 就着社福界的需要 但是实际上 我们正在看的 不是只看今份施政报告 而是上一份施政报告 在我们过去这一年里面 已经是具体实践的 是否今年是加大 刚才余瑟珠说过社区保母 但是同时间就是说的是 科娱托管和社区保母 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大力推动 并且是很多民间团 一起去帮忙的 才能够可以做到 所以会不会是说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基层的需要 我们要被照顾 除了托管 刚才有说到幸福感 基层需要的幸福感 年轻人需要的幸福感 长者需要的幸福感 其实好像去年推出 那个幸福村的想法 也有在 在我们重建一些公屋区 在今年公屋的新游 又怎么看呢 我留意到 行政长官对于市民的住屋 是 有相当多着物 地已经去年 我们已经知道找够了 是 现在就要尽快去建造出来 还有他也都 大家都知道 最近满用公屋方面 政府所採取的手段 是相当有成效的 今天他说 甚至到 加烂的 巨屋 和这个公屋的比例 但是都希望是有所调节 加上各种措施 譬如简阳公屋 那样 就是他手头上有的注码 筹码 是多了 是 但是你首先一定要有足够的筹码 你没有筹码 你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 有的时候 你就可以灵活地调动到 那个资源 是吧 这样 再踏多一层 再踏多一层 其实这个工作 就是很长久的事 但是你不开始去做 你没有一个目标去做 你永远都做不到 好 当你有了目标 你一步一步走的时候 市民就自然觉得 他所面对的问题 他就看到有解决到的一天 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重要 大家要建立起一个信心出来 这个信心就不是单止去政府去做 所有的市民 就像刚才大家谈到的 共创明天的年轻人 他们都要帮忙去做 所以为什么 关外队我留意一下 这次关外队的经费 一加一加了百分之五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经费是一定要继续加的 在不同的范围里面 不过也是同样地 透过特首现在新成立的 四个工作小组里面 都是很重要地去做 发展经济的工作 希望可以支持到 我们各方面的工作 好 其实接下来 我们继续都要靠两位 和我们一起监察着不同政策的落实 那我们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回来 继续跟进立法会的事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